最伤身体的三个习惯你每天都会做 低头 长期低头是颈后部肌肉筋膜 韧带过度受力 引起老鼠僵硬甚至是钙化墙 颈后部出现明显的酸痛 容易引发反复落枕 继而影响颈部活动 还会造成颈椎去度变质 负归包 甚至出现颈椎反共的情况 也容易引发脑供血不足 出现经常性头痛 头晕 以及听力视力下降的情况 如果出现颈椎骨质增生 颈椎盘突出症 导致椎管内神经受压 还会引起手臂麻木 虫痛无力 当压迫脚管神经时 还会引起失眠多梦 记忆力减退 二九座 特别是俯身前倾的九座 对腰背部肌肉的牵引力比较大 容易造成肌肉老损 出现腰背部经常性酸痛 还会加重不良姿势 例如骨盆前倾和驼背 肌肉疲劳会加重骨性异常 造成腰椎去度变质和脸盘突出 九座会减慢血液循环 加重血脂的重电 肠胃道前脸线以及下肢的血液循环解慢 出现前脸线炎 甚至下肢经脉血栓 三 敲二郎腿 敲二郎腿时容易压迫腿后部的裹经脉 使经脉回流受阻 会导致下肢经脉曲张或下肢血栓形成 男生也容易诱发前脸线炎以及异地 还会影响到膝关节血液循环 更容易导致膝关节发生关节炎 关节损伤滑膜炎 敲二郎腿时膝关节处于一种 旋转曲曲状态 这种状态更容易增加膝关节内的压力 影响到关节内软骨的营养 使关节软骨磨损加重 敲二郎腿的时候 脊柱和膨骨处于侧倾位置 长期敲二郎腿会加重单侧膨骨压力 容易造成膨骨侧倾以及脊柱侧弯